首发既巅峰,中国空军最后一片拼图 轰-20到底有多强 隐身突防,远轰夏威夷,中共空军的终极底牌 最近,中国的轰-6N又搞大动作了 挂载英机二腰弹道飞弹完成试飞 瞬间引爆外界关注 作战半径3500公里 飞弹的射程再加2000公里 从中国的沿海起飞 关岛都在它的威慑范围内 一架准战略轰炸机,足以覆盖西太平洋 但问题来了,这么强,中国还需要轰-20吗? 原因就一个,隐身 轰-6N的隐身性能太差,进入不了敌人核心防空区 对比美军,2025年B-2轰炸机从本土起飞 突袭伊朗连续飞行了18个小时 空中多次加油 投下了13吨级的GBU-57专地弹 一举摧毁了福尔多核设施 这种突防靠的是什么? 不是速度,是隐身 而这,正是轰-20诞生的意义 从泄露的风洞图看 轰-20采用飞翼部具无尾设计 雷达反射面积仅0.01平方米 远低于B-2的0.1平方米 这是什么概念? 雷达照射到B-2的反射波和老鹰的大小相同 而轰-20呢,只有麻雀大小的反射波 理论上,它可以从对方的防空网的眼皮子底下穿过 而雷达根本看不到 问题是,当它打击范围覆盖到夏威夷时 能安全返回吗? 从中国本土到夏威夷单程6000公里以上 往返近1.2万公里 如果它像B-2那样亚音速慢慢飞 反程途中,即已被美军的F-22超音速战斗机拦截 怎么办?靠什么突防? 答案是,超音速隐身突防 俄罗斯的图160追求的是超音速突防 但它不隐身 美国的B-2追求的是极致隐身 但飞得慢 轰-20想两个都要,既快又看不见 这难度可以说是低预计 机已将采用大后掠角 甚至可变后掠翼设计 兼顾超音速和省油 并服以可变尾翼 兼顾隐身并提升超音速飞行稳定性 采用6台大推力发动机 巡航时,两台运行省油 突防和撤退时,6台全开 瞬间加速到超音速 实现打完就走 轰-20的武器弹舱空间令人咋舌 执行战术轰炸时可携带45吨弹药 包括16枚2.5吨级常舰-20巡航飞弹 等同于一个战术轰炸群 执行战略轰炸时 改装为15吨的武器载具 挂载射程4000公里以上的高超音速飞弹 何尝兼备,这已经不是轰炸机了 而是空中飞弹航母 不只是隐身超音速核打机 轰-20未来的终极目标 力量投送覆盖全球 与轰-20隐身加油机结伴飞行 实现远距离加油补给 理论上,只要想飞 地球上没有打不到的功夫 届时,轰-20将补齐中国三维一体 核打击体系中的最后一片拼图 轰-20比美军的B2更快 比俄军的图160更隐身 首发际巅峰 当轰-20搭载8马赫的飞天2高超音速飞弹 从天而降 突破反导系统打击全球目标 那么全世界的战略格局将被彻底改写 如果你对这类尖端科技感兴趣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别忘了订阅点赞和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